打開水龍頭 沾濕手掌抹上肥皂 再開始搓搓手 洗洗手 別忘了手心 手掌跟手指頭 都要好好的搓揉 洗乾淨之後 再把水龍頭上的泡泡 都沖乾淨 才是正確的洗手步驟 是搓窗捧擦 這個是誰教你們的 老師 那你回去有沒有照著做 有 那你什麼時間會洗手 你跟我說 吃飯前 對 還有呢 還有吃 然後早上洗手 還有什麼時候會洗手 上完這手洗手 洗手簡不簡單還是很難 簡單 那你洗手的五個步驟是什麼 是搓窗捧擦 為了防範在校園中 時常出現的諾羅病毒 腸病毒等傳染病 維護血統的健康 台北市教育局 特地來到萬華區西門國校 教育局長曾燦 金除了陪學生一起跳起洗手歌 也針對洗手的議題 與小朋友進行有獎爭答 場面相當的熱絡 在漂白水 然後進行一些基本的教室的消毒工作 那如果發現某個班級可能有流感的趨勢 或者有腸病毒的現象 那這個漂白水的清潔是一定會做的 我們發現了什麼樣的義務需要我們額外加強 然後做一個清潔的動作 我們也會由老師親自來做 並且也會號召我們的家長一起來參與 出入各種大眾的場合裡面 回到家裡面應該勤起手 這是有效的控制這個腸病毒跟流感 甚至包括諾羅病毒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從教育來呼籲我們的小朋友 共同來愛護自己的身體 那這個勤洗手 那我們希望說大小朋友大家一起來重視 因為諾羅病毒跟腸病毒等傳染病 都容易在學校發生 因此希望呼籲學童要養成勤洗手的習慣 而西門國小校長肖建家也表示 學校都會提供足夠的洗手皂跟洗手乳 希望從校園做起 徹底杜絕病菌滋生 開播大台北書院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